三志国校布袋系社团在国报级布袋系 李天璐布袋系一婉然讲中剧团的师资指导之下 一年一年将传统的讲中剧文化传承下来 而为了鼓励这群为了传统文化学习的孩子们 但水北海岸的在地企业洪树林有限电视 特别准备了助学追梦的基金来到三志国校 勉励布袋系社团的孩子们继续为了延续文化而努力 洪树林有限电视秉持着在地企业的社会责任 我们很愿意来支持学校的多元发展 今天三志国小能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我们很希望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所以我们也很愿意未来除了这次支持以外 未来我们很愿意再继续协助 捐赠仪式开始前由三志国校学婉然掌中剧团 带来精彩的演出 以西游记库社为主轴 融入防灾知识与趣味的闽南语双关语特色 让观众一场表演看下来 贺彩声与笑声不断 而社团学生演出的专业程度 也让洪树林有限电视的贵宾们相当惊艳 希望学生们能继续在掌中剧中专研学习 甚至是养成兴趣 我们三志国小布袋系社团历史非常地悠久 也非常谢谢李天路布袋系基金会的一个教学上的支持 我们老师的一个指导 让这些孩子能够延续布袋系这样的传统艺术 希望这样的一个传统艺术在三志国小能够永续地经营下去 也很高兴今年我们拿到全国的传统布袋系的这样一个特优的殊荣 那也希望借由大家的一个赞助 大家的一个支持 让我们三志国小布袋系能够永续地发展下去 好 在这边 再次的谢谢洪树林有限电视 今天的到了给我们的鼓励跟支持 三志国小校长也感谢洪树林有限电视 看见孩子们为保存文化的努力 挹注社团发展基金 让学婉然掌中剧团 不论是练习外出表演或是比赛 都可以更加无后顾之忧 也勉励学婉然掌中剧团要继续努力 精进掌中剧文化与技巧 未来要为校争取更多的荣誉 基教品和三志采访报道